大家好 我是小辰 大家好 我是小辰 昨天晚上我刷手机的时候 看到一家肉烧饼 看到我贼馋 所以今天早起 我们就去吃这家肉烧饼 就是这里燕姐肉烧饼 这个是菜单 肉烧饼 加俩蛋不要馋吗 可以吧 那我就要一个烧饼加俩蛋的那种 我们的餐来了 丸子豆泡汤 肉烧饼还有一个蛋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先尝尝这个肉烧饼 这肉烧饼挺酥的 然后里边还软乎乎的 刚出锅了 然后那边还有这种小咸菜可以自己取 尝尝一口这个汤 这个肉烧饼搭配这个多块汤 非常不错 这个感觉这个汤不用加辣椒油 就失去了它那个原本的味道了 尝一个丸子 这个应该就是炸的丸子 然后放到了这个汤里边 豆泡 豆泡 记得就是过年的时候老吃豆泡 豆泡就是特别吸汁 好吃 我还点了一个烧饼加双蛋 它那儿也有双加 但是我比较爱吃这个鸡蛋 我就加了两个蛋 把这个榨菜放进去 有没有点那个鸡蛋汉堡的感觉 我就摊不出来这种蛋 不知道人家怎么摊的 摊的就是厚厚的那种 非常完美 看它那个辣油已经浸在这个烧饼里了 好 你们今天早起吃的什么呢 这一顿早饭一块20块钱 我觉得挺值得的了 又是肉又是蛋又是汤的 非常耐司这顿早饭 先是肉再是蛋 好啦吃饱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